原本设置在大都会公园的泰迪熊 现在散步在各区等大小朋友去发掘 除了之前我们分享过的五谷区 巴黎包括像是龙园公园 渡船头公园以及文昌公园 也有造型各异的泰迪熊 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一只位在巴黎龙园公园的泰迪熊 相当的特别 因为下方还设有相当有趣的视力检查表 这一只当时设置在大都会公园的护远熊 现在正式进驻巴黎 这次新北灯会结束以后 感谢三重区公所也提供给我们区 三只泰迪熊公仔 第一只护远熊的泰迪熊 放在这个龙行公园 小朋友在玩乐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护远熊下面的一个视力表 来提醒小朋友除了游乐 也要注意视力的保健 这次巴黎总共引进了三只泰迪熊 除了刚刚看到的护远熊 还有位在渡船头公园的船长熊 以及位在文昌公园的小丑熊 等着大家一起来拍照 渡船头是一个贪图与主题的公园 所以我们这边特地挑选了船长熊造型的泰迪熊 放在这边 欢迎小朋友到我们渡船头公园玩的时候 都有可以跟这个威风的船长熊来合影 第三只特地挑选了小丑熊 放在文昌公园 它是文具造型的一个主题公园 它色彩很缤纷 造型也很有童趣 小朋友到这边就可以感受到很欢乐 很缤纷的色彩 这三只特色的泰迪熊 都有搭配我们三个公园 欢迎我们家长带着小朋友 到我们三个公园来玩 来跟三只有特色的泰迪熊合影 公所特别针对不同公园的特色 设置了三只造型跟主题都不一样的泰迪熊 希望大小朋友来欣赏 这三座装置艺术的同时 也记得好好爱护 记者高兴峰 林景瑜巴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